最近 尼日利亚的一部警匪电影片段在网上爆火 五分前特效和颇具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艺术风格 让不少网友直呼辣眼睛 当然 令人哭笑不得的还有这几名黑叔叔的销魂的射击姿势 几乎不用瞄准 说打中还真打中了 难道黑叔叔们打枪全靠信仰吗 你别说 他们命中还真是靠信仰 就拿我们熟知的黑鹰坠落来说 1993年 美军在苏玛里首都执行一项抓捕任务 结果行动暴露 180多名美军被闻讯赶来的4000多名苏玛里叛军包围 经过一天激战 美军最终突出重围 回到了基地 当然损失也是惨重的 苏玛里叛军以伤亡1000多人的微弱代价重创美军 这时美军18人阵亡 70余人受伤 成为二战以后 美军在非洲伤亡最惨的一次战争 要说原因 也只能归咎于黑叔叔们教育水平的低下 和对现代科学的无知了 当白种人第一次拿着枪登上非洲大陆时 他们便把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当成了巫术 既然是巫术 那就不存在什么三点一线瞄准射击了 能不能打到敌人 拼的就是谁有buff 只要有buff加持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这也直接给非洲的那些巫师们增加了新的收入来源 据说黑叔叔们在打仗前都会去找巫师 求他们给自己的枪施个法 让自己的枪在战场上百发百中 或者给自己来个祝福 让敌方子弹躲着自己走 有了这些buff后 黑叔叔们在战场上那种风骚的走位 和夸张的开枪姿势也都变得容易理解了 当然 如果自己在交火中被敌人击中 他们也不会去找巫师们算账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敌方也会请巫师 打不过的话 只能说明几方巫师的法力不如对方高 仔细想想 这样其实也挺好 起码不会有士气问题 因为战斗输了都是巫师的锅 不关自己的事 也是这个原因 二战时期 英国宁愿从全球各地不远万里的征召殖民地军队 也不愿意用土生土长的非洲士兵 不过 非洲的黑叔叔们也不全是这样 在非洲就有这样的一支军队 从战略战术到武器装备 从训练演习到调令内部 都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几分相似 人送万号 非洲解放军 这支军队战斗力也不是吹的 曾以一敌二打的侵略军丢盔弃甲 关于这支军队 我们整理出一份详细资料 并把它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微信搜索公众号 刚与军事 回复非洲 让你看看这支由中国训练出来的军队 在非洲到底有多强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只为您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